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流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城市风貌 桂林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一个可以满足现代人多元化旅游需求的国际旅游城市 听完了 好 那么还是我们的老办法啊 办法都是一样的 ABCD四个选项呢 它呢都是这个主题都是什么 桂林 啊 桂林 好 那么关于桂林的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听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有养成这个习惯 就是我说的什么 眼 耳 手 一起 合作是很重要的啊 你不能只考虑耳朵听 耳朵你自己慢慢听吧 听完了以后 眼睛说那我开始工作了 眼睛看完了以后 手说好你休息吧 我来吧 这个不可以 一定要同时工作 大家一起合作 这样才能高效 好 那么刚才听的时候呢 我们听的听力当中呢 这个一个是 在这儿有一个桂林 桂林 桂林 都是桂林 好 但是A呢 说的是桂林的历史问题 B 桂林在哪儿 然后C 桂林经济落后 D 桂林是旅游城市 是一个旅游城市 好 A呢 说的是历史不长 不长 好 那么我们再来听一遍 注意什么 语段当中提到的这些词 历史 在哪儿 还有经济 还有桂林 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注意这个问题啊 好 我们再来听一遍啊 就是边听边看啊 好 自己呢 把自己的选项呢 再考虑一下啊 桂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内容啊 好 我刚才说了 我们在选项当中呢 有什么历史 还有 位置 还有什么 经济 还有桂林是 什么样的城市 一公司 一公司 我们注意这四个主题 对吧 好 在第一句话 桂林 位于 这是不是 桂林的位置 在哪儿 广西东北部 好 然后呢 他拥有 假天下这个 悠久的历史文化 悠久 这个词我们都非常熟记 悠久的历史 那么历史是长还是短呢 你知道的 好 然后后边什么什么这样的时候 拥有什么城市风貌 然后桂林 是 我们找什么什么什么城市 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一个可以满足什么什么的 国际旅游城市 想好了 好 呃 我们有一个选项说经济的问题 我们刚才看的时候 有没有经济的问题 没有 对吧 所以我们经济的那个选项呢 根本就不用考虑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的主卫宾 桂林位于什么地方 鱼后边是补鱼啊 他拥有风光 历史文化 民族风情 还有生态环境和城市风貌 桂林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然后还有后边也是桂林是 国际旅旅游城市 好 我们就等于说已经是三次了 对吧 好 那么如果你再选错的话 这个 我觉得不太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听的时候呢 注意啊 我呢 会 就是说让你们在一边听的时候 你注意看一下这个屏幕 我是怎么做的 你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 看注意看屏幕 一边听一边看屏幕 比如说我的手是怎么动的 我画什么 你一定要注意啊 那么你在做题的时候 也要这样的啊 我们之前说的 眼睛 手 耳朵 一定要合作 同时 好 现在我们开始听 桂林位于广西东北部 她拥有假天下的山水风光 悠久的历史文化 多彩的民族风情 一流的生态环境 和独特的城市风貌 桂林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一个可以满足现代人多元化旅游需求的 国际旅游城市 对吧 我们在听的时候呢 就是听记听记 眼耳手一起动 那么我们在c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经济的问题 我们听不到经济的问题 对吧 而未知的时候呢 她在说的时候是在东北 当然我用的是汉语 那么你呢 就是说 老师我觉得我 不会写汉字 或者说写汉字太慢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母语 无所谓 我们要的是最终结果 你的答案是对的 就可以 你写什么 老师我想写 我想写日语 没关系 没有人检查 你写的是什么语言 我们只要什么 结果 我们只要结果 考试的时候 结果最重要 中间的过程 没有人去关心你 说你为什么不用汉语 用你的母语啊 这个都无所谓的 你用什么都可以 结果最重要 我们的追求的唯一的 目的是什么 结果正确 你的结果正确 你就是成功了 过程 这个呢 真的没有人关注你啊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一句题外话 别说 我先把答案告诉大家吧 答案是这个 对吧 好 我觉得 应该是 大家应该吧 百分百都是选对了 你为什么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好 那么跟大家说一句题外话吧 就是 有很多同学要参加1月9号的HSK考试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我想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呢 或者说在考试之前吧 那么大家一定要什么呢 得自己呢 就是自信 相信自己可以 为什么 就是说他考试题 很多学生说 老师我觉得考试题特别难 不一定的 你觉得难呢 只是因为你对这个东西不熟 不熟 他其实要考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我们有句话叫什么 换汤不换药 所以本质都是一样的 你不用担心 比如说我会不会考杂了 只要你平时自己积累的多 那么这个呢 都不是问题的 都不是问题 所以最主要是什么 你的 这个 信息 有自信 相信自己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的时候 态度是决定一切的 对吧 那么你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上是什么 你要相信自己 好 我希望大家考试成功 好 今天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再见